杨米可以说是娱乐圈初浪名的好老板 对待自己旗下的艺人特别好 迪丽热巴就是一个例子 我生生被杨米捧到了这个高度 听说杨米又要捧一个新艺人 我们快来认识一下 其实他也不算是新人 曾在漂亮的李慧珍里面和迪丽热巴搭档 他就是饰演夏侨的李希瑞 还有杨米所主演的翻译官 我是证人等都有他的参演 不得不佩服杨米的眼光 李希瑞真的很漂亮 只是这些年出镜的机会很少 就算是和迪丽热巴合作 他都只是一个配角而已 不过最近我们得出了最新消息 杨米公则是参与投资的新系国民老公 直接让李希瑞主演 也就是说做了这么多年的配角 李希瑞终于要熬出头了 杨米对他旗下的艺人非常公平 每个人都给他安排了戏份 但是红不红还是要看他们自己的表现 不过粉丝们倒是有点心疼迪丽热巴了 这是被杨米失宠了吗 一向都把迪丽热巴当宝贝来看的杨米 这次居然没有迪丽热巴的演出 不过想想也觉得释然了 现在的迪丽热巴还需要杨米捧吗 喜欢他的人可不比喜欢杨米的人少 出生于1989年的李希瑞刚开始出道 是以一位歌手的身份进入演艺圈的 不过在音乐方面确实没有什么造诣 而在拍《古剑奇探》的时候 他认识了杨米 杨米觉得他挺不错 后来把他招入自己的工作室 杨米是很多女星的伯乐 希望国民老公这部戏能取得一个不错的成绩 粉丝们早已预言28岁的李希瑞要火了